明天 离妃 都准备好了 好 那咱们赶紧给鹏尘王送去 姐 风儿 参见离妃 别闹 你怎么过来了 我还不能来看看我姐了 说正经的 我有军务 要来府上走一趟 好香啊 这可不是给你的 你看你小气的 这是你做的 还是我姐做的呀 这是黎妃亲手做的 这等于上午 厨房都快收了 我姐 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好 更像一个女人了 什么叫更像一个女人了 没大没小的 怎么 我之前不像女人吗 就是天天洗衣做饭 相夫教子 然后 不对 好像还少个子 姐 你得努力了 怎么也得生个十个八个的 到时候把我这一身无意啊 全都缠给我的小侄子 话怎么那么多 喝水 你看看你有个女人样吗 彭承王怎么也不嫌弃 他才不嫌弃呢 彭承王恐怕是要失望喽 入府这么久了 都没有学成大家闺秀的样子 他才不在乎这个呢 相夫教子学是要学的 可是我更喜欢我本来的样子 他也喜欢 我也喜欢 就你嘴甜 这还差不多 走 陪我一起去看看你姐夫 走 娘进来可好 挺好的 紫禁姐一直照顾着她 该将大嫂了 此为何物 启禀殿下 沈廷章父子身入敌后 何为魏军的战绩 已在民间广为流传 又有人说 沈将军被俘 宁死不屈 还能全身而退 带领全军守住马头 乃今世第一武将 如今 北境百姓几乎要将隋远兵 视为神兵 这些都是北境各地百姓 上表请立沈廷章 长生牌的请愿书 望陛下引准 万万不可呀殿下 殿下已经嘉奖沈氏一家 如今沈氏 三门将军 又有一个女儿 嫁入王府 已经是赏无再赏 自古君王贤德 百姓多利长生牌位 沈廷章不过是一个将军 出生入死 本就是职责所在 不亦封赏太过 令沈氏 是其骄金之心哪 沈将军带兵多年 一向勤勉克己 从未有过余局啊 从前不会有 不代表以后不会有啊 殿下 下官以为左民尚书所言极是 这自古武将功高盖主 自是兵权行大义者 并不少见哪 这路远已成前车之箭 还请殿下 卫长远纪 分散神家兵权 还有 殿下府上黎妃 独得专宠 这 殿 殿下恕罪 下官不该议论殿下家事 一帮老日父 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走 这群朝臣 我们上阵杀敌的时候 他们怎么不说话 现在打了圣仗 拿了功勋 一个个在这儿说三道四 什么功高盖主 什么独得专宠 真的气死我了 还有彭承王也是 他还是我姐夫呢 他们这样诽谤也能忍 岂能任由他们言录 他们禁止 在这的声音里 也会感到想的 也会很可爱 没什么意思 他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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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说 他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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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答 飞飞呀 飞飞呀 娘 您好久都没唱歌了 这首歌啊 小时候您经常唱给我们听 飞飞呀 飞飞呀 娘 您这么开心 您在做什么 我在给家儿做衣服呀 给黎妃做的 我刚从她哪儿回来 什么黎妃呀 是家儿 好 姐姐是娘的家儿 姐姐要是知道娘在给她做衣服 一定高兴坏了 家儿高兴 娘就高兴 你别摸了 待会儿弄坏了 放这里 放这里 风儿不摸了 放边上 正叔 夫人 您要的经书 放这里 娘又抄京了 还抄了这么多 娘 您眼神不好 您何必费这个神呢 你知道什么呀 娘抄京啊 那是为了祈福 心成则灵啊 娘以前也不这样啊 娘 您是不是有什么小秘密 要跟风儿说一下呀 秘密 你是谁家的孩子啊 在我眼前换来换去的 不要影响我给家儿做衣服 娘 我是您的风儿 玉树林风的风儿 您仔细看看 来 风儿 侄儿呀 乖 乖 来 郑叔 来 郑叔 哎 少爷 你们最近糊涂 好像又严重了 是啊 她以前也不这样 现在那么喜欢抄京 还不嫌累 她以前也不是那么频繁去寺庙 现在是怎么了 这我也发现了 不过 看夫人现在心情真的不错 所以我也没多说什么 是啊 娘要是心情好 就随她吧 哎